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有个网友他私信问我 他说他在维修一个电源板的时候 怀疑一个主绿波电容有问题 把主绿波电容拆了以后 他就这样短接了一下 放了一下电 然后用弯表来测量一下他的容量 测量完以后 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弯表电容档给烧坏了 就是电容档不能使用了 他问我这是什么原因 明明给电容放了电了 为什么还烧坏弯用表 按说是不应该 如果给他放完电以后 不可能烧坏弯用表的 还有一个原因 肯定就是他在放电的时候 没有放的彻底 就是他放的方法不对 这个电容里面还有电 所以就把弯用表的电容档给烧坏了 我们在维修电器的过程中 特别这种电容 我们把它拆下来测量的时候 测量之前先给他放电 放电的话是稍微有一点小技巧的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上也非常简单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 对于这种小容量的电容 我们放电的话 就这样可以给他短接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短接 不要直接碰一下就完事儿 最好啊 这样短接是要短接一个两三秒钟 一定要把里边的电全部放完才行 如果放那种比较大点的电容 就是高压电容给他放电的话 我们不能这样直接短接 我们需要用个假负载 包括用个烙铁 或者是用一个白纸灯泡 给他接在这个两端 给他放电也是可以的 放电这个时间啊 也要稍微长一点 一定要把他的电完全放完才可以 关于电容放电这个技巧也非常简单 就是主要是把他电完全放完就可以了 放完以后再测量的话 他不可能烧坏我们的万元表 希望这个视频上 对一些电子的爱好者是有用的 如果是老手的话就可以略过了 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